美军这回彻底失算了 伊朗接连弄出两个大项目 封锁有用吗 最近一段时间 波斯湾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但这并不代表着美意之间就此作罢 只是近期美国诸事缠身 在叙利亚被土耳其军队撵得无处安身 一直被寄予厚望的福特号航母 故障重重难以服役 内忧外患接踵而至 以至于无暇顾忌难有突破口的波斯湾 而这成了伊朗施展拳脚的好机会 据媒体11月18号报道 伊朗副部长高调表示 伊朗正在生产激光防空系统 并计划增加巡航导弹的射程和精度 此外 伊朗一个旨在升级所有具备 精确打击能力的导弹项目 即将大功告成 实际上 早在今年8月底 伊朗就对外宣布 研制出了新型激光武器 称可以破坏小型飞机 无人机和隐身战机的涂层 当时所有人只是当个笑话看待 因为伊朗的军工技术 与美俄等大国差距明显 连美俄都尚未研发出 有效对抗隐身战机的激光武器 伊朗凭什么这么有底气 没想到 随后伊朗就公开了激光炮的视频和照片 给了质疑者一个想象的耳光 尽管真实效果我们无从知晓 但说明伊朗确实具备一定的能力 如今激光防空系统正在投产 则意味着伊朗已经完成了所有测试 想必美军怎么也没料到 对伊朗实施武器禁运这么久 伊朗还能自主研发激光武器 不过还有更令美军意想不到的 伊朗国防副部长还表示 伊朗的五代机征服者F313 仍然在接受测试 分析表示 美国这回彻底失算了 当初对伊朗实施武器禁运 一方面是阻止伊朗进行核研发 另一方面是想让伊朗的五代机计划 嗨死附中 因为仅凭一国的工厂 是不可能凑出一台真正的五代机 即便是美国的F22 F35 也要用到其他国家公司生产的零部件 而现在伊朗仍在进行征服者F313的测试 因为这伊朗五代机的研发进程 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起码做成功了 是可以量产的 否则他们进行研发测试 毫无意义 可以肯定的是 美军绝对想不到 封锁能逼出个这么可怕的伊朗 连高两个大项目 这么猛的伊朗 换谁都得傻眼